侯友宜本身面对尖锐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从来不敢表态啊 今天柯文哲发飙 因为记者今天问他QE说 你下令叫蓝白河 就是柯文哲旗下停止所有蓝白河的谈判 然后柯文哲说 哎国民党呢 第一个不愿意以民调分高下 第二个他一定要为政 他要维护 所以他情绪勒索 那这个叫哪门子合作呢 这是柯文哲今天说的 当然讲的蛮合情合理的啊 为什么不比民调呢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 一定要认定说谁就是先天的老大 那谈什么呢 对没有错 但是这就是国民党的想法 不过刚刚老师您也提到了 现在国民党对柯文哲使出压迫 就是要柯文哲一定要遵 跟国民党为老大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耶 因为前一段时间 国民党不是对于任何的蓝白河 跟柯文哲的接触或者是合作 其实国民党一直暧昧不明 甚至有段时间是不喜欢 国民党的人谈这些事 尤其是金普聪 金普聪不是公开讲过吗 他说今天侯友宜就是我们的这个候选人了 就算这样子选到底会选输 我们也要挺着胸膛倒下去 对不对 这金普聪讲的嘛 那为什么现在忽然 国民党开始又好像比柯文哲还要急 前几天我们野里我跟明正苏恒也谈到这个问题 理论上谈判的挤躁来说 比较急着希望赶快谈的应该是比较需要的嘛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国民党反而比较需要嘛 而柯文哲现在反而是有点不太喜欢 一直炒作蓝白河这个话题 所以有一些媒体会评论说 是柯文哲比较需要蓝白河 而且认为柯文哲需要侯友宜 因为前段时间有人说也可能是郭柯和 柯郭和啊 那有人说没有 柯文哲就是一门心思的希望跟国民党和 可是目前看起来表面上好像不是如此啊 好像是国民党比较希望柯文哲跟他和 柯并没有这么希望 可以这么理解吗老师 秉中就讲到这个问题就非常有趣了 这可以又再次展现国民党设立那人的内心世界 我先以金小刀为例好了 金小刀是很硬的哦 金普松这种性格的人竟然会同意 软化了 也支持蓝白河的整合工作了 他会软化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侯友宜状况很糟糕 而且几乎没有改善的可能 那这个国民党对外的宣传就不一样了 国民党对外的宣传是说 道斯甘蔗 不断的加分 对对对对 民调节节上升 已经超越了柯文哲 而且大幅的距离 稳均老二 而且逐渐的逼近了赖清德的老大 对不对 这都国民党的说法哦 我当时啊 我就不相信 因为我太了解国民党了 国民党这些人妈屁股有几根毛 说实话 我都很清楚的 你国民党怎么可能 突然间有如神助 侯友宜突然就变了一个人呢 何况他在美国有做了什么加分的事情吗 那意思就来了 国民党当然知道他说谎啊 说谎人不仁 永远的骗下去不仁 所以呢 男的去骗这个女的时候 他说谎话 他就会在谎话没有被揭穿前 先得到女人的一切 让民以沉吹 木以沉舟 国民党就玩这一套啊 所以你想想看 他明知他讲的那些什么民调数据 虎勇上升 有稳居老二 已经拉开与柯文哲距离 逼近赖清德 原来都是假的 但是 他就利用了国民党中央 国民党明代 电视上的名嘴 网络上的网红 还有国民党的侧义 还有国民党的水军 台山到海的 就放这个消息 大家都在谈 谈的就是一个配 叫做侯科配 他就情绪勒索 要在广化被揭穿以前 让柯文哲受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然后同意跟国民党受作堆 可是他忘了 柯文哲很聪明啊 而且又有也很聪明的人 告诉他答案啊 所以柯文哲没有受骗啊 所以柯文哲今天跳出来讲 他说国民党要跟他谈 然后说不要比民调 国民党一定要为政 他说哪有这门子的谈判方法呢 那还谈什么呢 不过刚刚老师您提到这个 侯科配 现在国民党在吹这个东西 第一他显示出 他还是明白 你不跟科配 你选不上 这一点国民党承认了 第二就是呢 现在这个所谓侯科配 我们看今天TVBS民调 因为蓝营很喜欢 国民党一直认为 蓝媒TVBS民调 他们是很重视 今天T台民调做成这样 叫做赖清德34%居贯 柯文哲22% 侯友宜21% 然后说赖清德稳定领先 然后柯文哲跟侯友宜警咬 差距只剩1% 所以现在最强的组合 就是要这样配 那这样配是哪样配呢 你看现在就在讲所谓的侯科 还是科侯 那我最近其实跟一些老蓝男接触啊 因为我的这个交友圈里面很多 还是一些老蓝男嘛 就是大概50岁以上60岁的 60岁以上的坚定蓝营支持者 那他们最近的论调就是 第一他们会讲说 我们还是要先下架民进党 要让这个这么亲美妹妹的坏蛋 要被打一个耳光教训他 那么第二呢他们就认为说 那要下架民进党 所以只有一条路 就是我们要团结投给侯友宜 那我就挑战他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侯友宜也并没有不亲美啊 那第二件事就是说 如果真的说好 我们认为民进党比较坏 首恶先除掉 那为什么不是先选科文哲啊 就是我非常客观的讲 那按照现在大多数民调显现的话 那也应该是集中去给老二啊 这些老蓝男他们大概会有一些反馈啊 刚好可以拿出来也算挑战老师 第一个他们会认为说 没有啊 侯友宜的民调现在已经倒是甘蔗了 侯友宜已经起来了 你去看哦 未来他会变老二哦 这个问题也觉得问号了 那未来的事 为什么不是现在先集中给现在老二 而是你就是要去期待一个 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变老二的侯友宜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如果非要配 就说好了 我们不能够光集中支持侯友宜 一定要跟柯配才会赢 那也是得要侯柯配 这就是这些老蓝男的想法 然后他们会有个理由说 因为柯文哲 哎呀他讲话跳来跳去 他怎么能够理政啊 太可怕了会是个灾难 但是我必须说 侯友宜讲话也跳来跳去啊 那老蓝男们会认为说 但是侯友宜至少讲了一句 他认同可以接受九二共识 那当然我要全文讲侯友宜说的是 他接受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他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他也反对被蔡英文扭曲的九二共识 这是侯友宜的全文啊 所以老师你怎么看 老蓝男们现在的一个 一个困顿 我们希望先打民进党 所以要支持侯友宜 这个大概也是有很多人 对老师有意见的理由啊 就说不要破坏团结啊 就是要支持侯友宜啊 或哪怕蓝白和侯柯配 那他们当然还有个理由啦 他们说国民党有坚强的党组织 侯友宜的民调有没有倒吃甘蔗 是PPPS联合报即使要帮国民党 也不能违背良心啊 所以今天做出来 第二名还是谁 还是柯文联合报也是啊 然后PPPS差一趴 联合报差两趴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 都是柯文哲理先侯友宜啊 有倒是甘蔗吗 没有啊 最近柯文哲被打得很惨啊 绿的打他 蓝的也打他 高宏安事件 把柯文哲打得焦头烂额 东倒西歪 他还是引你侯友宜啊 所以侯友宜有没有倒是甘蔗 答案是没有 好 另外一个 他说柯文哲嘴巴 讲话会变来变去啊 会变来变去 对不对 这没有错 是柯文哲让人家比较不信任的地方 柯文哲过去 因为对政治涉足有限 2014年 选台北市长 才开始正式进入政坛 所以柯文哲的政治知识 是边做边学 一边学一边改 所以他会变 但是有人说 这也是柯文哲可塑性 比较大的地方 柯文哲都早期的茉莉 到现在 他已经可以承认两岸一家亲 其实心里头对九二共识 他其实也相当肯定 只不过 他的支持者很多是天然独 他现在不敢说出来 怕丢了年轻人的选票 可是侯友宜比柯文哲更严重 我们只要比较中天 大陆朋友最喜欢看中天 对不对 中天卢秀芳 对柯文哲跟侯友宜的两个专访 一比较不都出来了吗 对 他是带了两个保姆 柯自然跟谢龙健上场 然后里面大家别忘了 不要再严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侯友宜最严重的不是口才不好 而是侯友宜根本就 没有所谓的 燃的 燃淫 应该有的意识形态的思维 对对 他连台独克刚 台独教科书 危害台湾最严重的问题 他都不敢面对 然后柯正在旁边 还说没有台独克刚 不敢面对就很严重了 还把现在的台独克刚告诉你 他不是台独克刚 那就代表他们若有朝一日胜选 他们就会让台独教科书 继续延续下去 那两岸不是更远了吗 两岸的统一的目标 不是更达不到了吗 还能昧着良心说 侯友宜很好 只是口才稍微差一点 不像柯文哲舌颤莲花 问题是侯友宜本身面对尖锐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从来不敢表态啊 他的九二共识 也是在千逼万逼之下 还不得不表态啊 而表态也是打折扣的表态啊 那么接下去我就讲了 面对民进党八年的执政 说赵德宁 如果要非得下架民进党 政党轮替不可 那就代表民调做的很烂啊 天怒人怨啊 我怎么从没听过侯友宜 去批判民进党 批判蔡英文 批判赖清德呢 侯友宜到现在 面对民进党的弊案 坑都不敢坑 好 那最后一个 刚才有人说国民党有庞大的党组织啊 我告诉你 国民党的党组织 因为这几年没钱 家屠四币 国民党九月差一点发不出薪水 最后终于调到借到一笔钱 渡过九月的难关 十月又有断吹的危险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急着要跟柯文哲谈 蓝白河 赶快把侯克被谈定了 然后接着就逼郭台铭投降 然后叫郭台铭把钱赶快送来 国民党的党机器没有钱动得了吗 我太了解国民党的党机器了 国民党的党机器谁给钱 就是谁替党机器加油 他就为谁运作 就这么简单